40岁那年抱着反游戏的心情 董兰芝从亚克里华出发 进入了圣像化的世界 2013年他到菲律宾向韩国籍的修女 学习拜占庭的圣像化 他的努力感动了意大利 鼎鼎有名的Jane Lukabusi神父 接受了这位亚洲圣像化素人 今天亚洲真理电台就带您走进董兰芝的圣像化世界 天主为你安排好了 尽管你在教堂服务的是如此的热忱 如此的熟悉 如此的按照圣经的步伐 但是当他要你放下的时候 你又走进了别的世界 我好奇的是你为什么会走进圣像世界 因为你不是学画的人 可是我在画圣像化以前 我去看别人画压颗粒画 很漂亮画花 画什么的 我就想说那我也可以去学学看吗 因为我不是科班出身的 也没有学过美术 也没有什么都没有 就想说那个老师说一般人都可以 那我就是那一般人 那我就去画画看 可是当我去缴钱的时候 我去看老师的画的时候 我第一句话 其实我也跟着老师讲 我觉得他一定觉得我有点神经病 我说我要画圣 有一天我会画圣母玛尼亚 我只是这样讲 结束了 就没了 可是现在想来 我真的傻傻地实现了 这个梦想 好 这条路绝对不是很好走的 那我也知道你为了学圣像化 除了自学的部分 有十几年很长的时间之外 其实你也请跟很多老师一起去学习 我想请教一下 就是哪一个老师为你的影响是最大的 如果来讲的话 是那个意大利神父 布希神父 他算是对我特别好 我觉得特别好 他特别去教我一些 然后还叫我去意大利 跟他一段时间让他教我基本功 因为我这个是没有基本功开始去画的 自学的嘛 然后一开始跟他学就画圣山图 因为圣山图是一个比较难画的 所以他需要一个程度才准许我去画圣山图 那我就照给他看我以前画的 所以他就准了我去画圣山图 但是我是没有基本功的 就是一些其他的基本尝试我是没有的 所以他也 他可能 当然老师嘛 他一定看得出来 所以他把我叫去意大利 叫去意大利 他说 你都不用付任何钱 吃不用钱 住不用钱 当然飞机票我要出钱 对 就是这样 然后他也很努力的 因为我画的速度很快 我从以前学的时候 老师都说 你可不可以画慢一点 每个老师碰到我只有一句话 到我现在为止 每一个老师看到我只有一句话 你可不可以画慢一点 可能跟我的性质有关系 好了 他因为怕我画的太快 他竟然坐在我背后 跟我说 你画完这一步告诉我 他在看书 他在写字 给他审核过了 你才可以做下一步 就这样子 所以让我其实蛮感动的 他肯花时间 而且只有我一个学生 不是很多个学生 只有我一个学生 他愿意这样做 所以让我真的很谢谢他 画了那么将近 一百幅的圣像画 是 有没有你最喜欢 这样讲 其实每一幅都最喜欢 每一幅都很感动 因为当你在画圣像画 是圣神的带领 但是其实我在讲 我最爱的就是说 可能是就是弗拉第米尔 是在我没有学以前 是在我曾经出国的时候 就去买了一个copy的 贴在木板上的 我就会看着他 常常看着他 这么简单的一个线条 这么简单的一个女人 可是他真的好美 他不只美还肾 你可以看到圣的程度 所以当然画弗拉第米尔 这个不晓得作者是谁 可是他的程度一定是不是一般 可是他能够画成这样 所以我在宁摩那么多圣像画的时候 没有去找布希神父以前 我从来就没有想到 我可以去画弗拉第米尔 因为我觉得一定做不到那个程度 因为其实你在画圣像画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画一画 其实会感觉到那个人物 什么样的人画什么样的画 就比如说 我如果去看 你看罗马尼亚的圣像画 他的眼睛超大 当然圣像画的人眼睛都要大 可是弗拉第米尔的眼睛并不大 眼睛都很大圆圆的 然后或者是有一个意大利老师 他画的圣像画也是眼睛超大 他的眼睛也好大 所以就是说 他的眼睛的程度到哪里 他眼光看的程度到哪里 他画的圣像画 虽然我们都是回到圣史路加 可是有些东西是可以 成为个人的风格 是可以看得到的 就是你这个人一看就知道 我像大概看几幅 我一看就知道这个是谁画的 就是对就是这样子 那我最喜欢的 为什么是弗拉第米尔 因为他的感觉到 这个圣像画他有一个 我看得到他的灵修过程 灵修的高度 所以我会去布希那边 我画了第一张 后来我也画了一张 我将来再过一阵子 我还是会画一张 这样子 他想像一个测量仪 可以检测我的那个 你自己不同的变化 对 我到底画了那么久 有没有至少在灵修方面 或者在灵魂的成长方面 是不是有增加一点 好 因为你不是从小就灵喜的教友 我特别好奇的是 像您刚才提到的就是 你可以花六七年去研究圣经 你甚至后来有哲学各方面领域 你都逐渐的投入 在圣像画的领域 您也是用这种方式 一直耕耘到现在 它对你的生活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包括你的信仰生活 圣像画其实对每一个 对尤其是圣像画源的信仰生活 影响我应该说是很深 当你在画圣像画的时候 你明明知道你画的是谁 所以你在一个祈祷过程中 你画圣像画 那你一直在跟他对画 我相信每个艺术家 都在跟他的画在对画 那尤其圣像画源 一定是在跟他的画对画 因为你也会告诉圣神 我画的是要成为祈祷的对象 所以但是这个东西的强度 还不到 就是说当我开始在做 比如说因为要书写很多字 然后再做这边的特别的研究 因为你画过了 你再去做书写 这些书写的神学的内容 都不断的会冲击到我自己的灵魂 冲击到我自己的内心 就像一个批判一样 一直批判你 因为任何一件圣经的话 任何一件耶稣的话 或者是圣母的眼光 他都在看着我 然后这些文字也在打着我自己本身的罪 所以到了最后没有办法了 就是我被打得没有办法 就是我的心烧得太厉害了 我只有跟他说 没办法 我只有拉着你的衣角 带我前进 我相信你的慈悲大过我的罪恶 我只能这样子说 所以你说 你说对我的信仰生活 有绝对的冲击力和绝对的帮助 就是这也是为什么我想要 不见不断的告诉自己一个测量仪 去画弗拉蒂米和那个测量仪 就不断的 看到新的自己 对可是有时候超越其实也是一个罪 你懂就是一个骄傲 你要超越自己什么什么什么 可是耶稣常常就 其实在生活中 他可能会影响我的思绪 常常把我打打打打打回土地 在我任何 比如说我出去看到什么东西的时候 他就会 这些东西就会回到我的圣校画园 和他的那个旁他者的身上 然后就会把我打打打 就会让我一直转转 转到回你不过是一个土啊 你归于土啊 你一切的所有难道不是我给你的吗 所以这些东西 我觉得他也是帮助我 有时候我们其实有时候教友们 会过一般的 大家都会过一般的生活就晃来晃去 或者是工作什么什么 可是当圣校画有一个好处 你每天都得与他接触 每天都得与他来往 所以你的生活 你的习惯都在想着他 即使包括现在我因为忙 没有时间话 可是我还是会 只要拿起手机就看 然后就看他 然后他都在跟我讲话 他都在与我接触 天主在母胎里就给董兰芝很特别的耐心 能够在静默丰饶的圣校画世界十多年 董兰芝的下一步是什么呢 我就现在比较想去看古画 我要从古画去寻找真的源头 这是我这样子画展以后 接下去我要对自己的期许 好